就不再带各位去回顾了 我觉得我上次应该讲的挺详细的了 而且同一个概念 我们几乎每一次的反反服务说了两遍 所以不再带各位回顾了 请下去后认真看此前的相关内容 我们今天下午第一个内容是讲讲用户管理 在讲到RDBMS的功能的时候 我们就提到过 一个RDBMS必须要保证数据的安全性 这其中就包括传输安全 也包括存储安全 更是包括访问安全 那也就意味着 存在数据库或者由RDBMS所管理的数据 不能够被随意的非授权访问 于是RDBMS通常也需要提供一个 所谓的认证机制 来验证来确保任何一个访问数据库的请求 都是经由合法的授权以后 才能进行的访问 对MySQL而言也是如此 好 MySQL也有所谓的用户和权限的信用概念 只不过我们先提提用户是什么 就跟我们操作系统一样 用户本身都是用来获取资源或者服务的凭证 对吗 那对MySQL而言也是一个道理 还有MySQL的用户类似于我们VSFDPD的虚拟用户 它本身只是MySQL服务器的用户 或者来访问MySQL服务的用户 跟操作系统没有关系 那也就意味着我们是没法拿着MySQL的用户去登陆操作系统的 同样你也没有办法拿着操作系统的用户来访问MySQL 这是第一个道理 第二个 一般而言用户名称是公开的 所有的人使用者都可以看得到 而密码本身则是只有某个授权使用用户才能够获取 也是确保授权能够真正实现其功能的手段和工具 对MySQL而言 密码是使用MySQL自己独有的加密机制来减加密的 默认使用的是password的函数搁击的吧 好 这个加密机制给我们操作系统上 比方说我们Linux上用于实现加密用户密码的机制也是不相同的 更不能拿来去试图登陆操作系统 我们再强调一遍 还有在MySQL上用户有用户名和主机组成搁击的吧 用户名和主机组成 这意味着我们的用户仅允许通过这个对应的主机才能够登陆系统的 才能够访问MySQL服务的 除此之外 MySQL的用户账号没有其他作用 仅是用来实现认证的 OK 再说一遍 账号 唯一的目的 认证 如果说一个用户登陆进来之后 是否能够访问某个数据库对象 比方说能否创建库 创建表 能否访问表中数据 还要取决另外一套机制 我们称为叫做权限 那也就意味着 MySQL的用户账号仅仅是为了实现认证 而要真正实现后续的某些对象或者资源的访问 还要完成授权 OK 还要完成授权的情况概念 在MySQL服务器上 用户的账号和密码等信息 是保存在安装完MySQL服务器 并启动起来以后的一个 叫做MySQL数据库当中的多个表中实现的 这些表包括 User DB Host TablePrivate ColumnsPrivate 以及ProxPrivate 这几个表 一共是主要是这六个表组成 好 MySQL服务器进程在启动的时候 MySQL的服务器进程 就是MySQL 在启动的时候会读取这六张表 并在内存中生成授权表 所以这几个文件是直接加载进内存的 以后后续的任何用户登录 及其访问权限的检查 都通过检查这六张表来实现 而检查的过程不再是通过访问磁盘上的表 而是访问内存中所生成的结构信息来完成 一定要记得 之所以放在内存当中 我相信对各位来讲是非常容易理解的 因为任何一个SQL语句的执行都有可能要查询授权表 因为任何一个SQL语句在执行的时候 我们都要都需要去检查用户是否有访问对应资源的权限的 因此为了加速这个过程 MySQL将所有的授权表读进内存进行管理 那于是各位一定要了解这几张授权表的基本功能 首先我们看第一个U打 U打表方法是什么呢 好 我来看一下这六张表 它们分别所起到的作用都是什么 我们来看一下这六张表的功能 首先第一个是U的表 U的 此前我们查找用户的账号密码都在这个表中当中 对不对 它主要包含了用户的账号 我来看 用户账号 还有全局权限 以及其他的非权限字段 这我们用户表 包含了用户账号 OK 全局权限 以及其他的非权限字段 对我们而言最重要的就是用户账号全局权限 第二张表是 DB表 DB表主要包含了数据库级别的权限定义 库级别的 权限 在DB表上 第三张表我们称为叫host表 这张表现在已经废弃了 基本上没什么用 所以你甭管它了 已经废弃 也说白了就是过时了 第四张表 第五张表和第六张表对我们来讲至关重要 第一个叫table surprise 顾名思义这是什么 OK 这是表级别权限 表级别权限 然后columns private 这是自断级别权限 不是叫自断 这叫列级别权限 说错了 sorry 当然说自断有一个意思 但是我们很少在表中把它称作自断 是吧 一个意思 好 再往后 这是存储过程和存储函数相关的权限 其实还有第七张表 偶尔可能会用得上 比方说将来我们在实现 Masco代理服务的时候 授权将Masco的访问 给某个代理服务器来验证的时候 会用到 这是 叫做代理用户权限 叫做proxy private proxy is private 对我们而言 主要关注的就是上面这六张表 user db 而这个host其实已经整合进user了 那因此这是全局级别的权限 而这是cool 表 调略以及存储过程和存储函数的权限 我们刚才给各位提到过 Masco的用户跟我们操作系统用户是两码事对不对 所以用户名在Masco当中 用来只为认证所使用 跟我们的操作系统没有任何关系 而且它的加密方式也是非常独特的 跟我们操作系统也没有关系 所以我们必须要单独去理解它 那么来说说Masco的用户账号 其实在此之间我们都说过很多次了 也用过很多次了 我们的用户账号 有用户名和 OK 有用户名加主机共同构成 用户名一般来讲对Masco来说 不能超过16个字符 一般都是16个字符以内 而对于主机来讲 我们有很多种表示方式的 主机 比如让我们可以使用 主机名 还可以使用 IP地址 也可以使用 网络地址 主机名 比方说 像3w magee.com Masco 就叫Masco 主机名就叫Masco 也可以 IP地址可以使单个IP地址 我们这里指的是 比方说 17216 100.177 网络地址 完全可以使用 网断地址 比方说 17216 0.0 或者17216 一般来讲 它就使用255.25 255 0.0 我们此前也使用这种方式 我们使用通配符来替代各位就意的 它支持通配符 主要就是百分号核 下滑线 下滑线 那所以17216点 百分号 点百分号 是不是也可以表示 我们的逆值 OK 那百分号 点 马哥 EDU.com 这表示 这个域内的所有主机 但是各位需要注意的是 为了验证用户来源的主机是否合法 一般我们的Masco需要反解用户的主机名 或者解析用户的主机名 在很多时候 这需要相当消耗时间 为了加速Masco服务器的性能 而且我们访问Masco的时候 也不需要它通过主机名来认证的话 关闭了 尽用了一切基于主机名的方式来进行授权 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使用 启动Masco服务器的时候 可以使用杠杠 下面写的有 Skip Name Resolve 略过名称 解析 每一次用户再来验证用户名称的时候 就不用再解析 试图去解析 或者正解 或者反解 主机名称了 在一定程度上来讲 这会大大的提高 用户连接时候的速度的 这是我们的用户账号 刚刚我们提到过 我们的权限 从用户的角度来看 还分了四大类 我们权限的四个级别 或者几个级别 有所谓的库级别权限 是吧 有全局级别权限 有库级别 表级别 以及字段级别 或者列级别都行 而每一类权限 都定义在一个表当中 除了这些之外 还有一个级别比较独特 叫存储过程和存储函数的 那么能够用在 每一个不同级别上的权限 可能是不尽相同的 举个简单的例子 我们来看看库级别权限 有哪些 比如 我们use 设定默认库为Maseco select think from db 这是库级别权限 对吧 看这边有没有定义 来看 host 这是我们的主机 是不是 OK 我们看主机 看库 test test下的 这是什么 所有 以下滑线开头的 sor 以test后面跟着下滑线 后面又跟着任意名称的这种库 明白了吗 比如说test 下滑线 A 这就属于这种风格 注意 这边是什么 转意义字符 表示它原来的意义 我不知道下滑线是否表示任意单个字符了 这表示下滑线自身的意思 后面20%表示任意字符 OK 那就算后面没有跟任何字符 这个符合条件不 也符合条件 所以这里只授权了两个库 一个是test 一个是test的下滑线 后面跟着任意字符的两类库 或者是 能够被哪些主机访问 大家可以知道我们test的库 本来就是为了测试的目的而存在的 对不对 好 这是我们库级别的权限 用来在数据库级别上 指定哪个用户 哪些用户 我们可以在上面执行什么能操作的 比如说select insert update 等等等等 直接授权以后 在库级别完成授权 第二权限 我们说跟表级别相关 那就意味着我们授权哪个用户 有权限访问哪个表的 对不对 好 一表我们此前用的命令 grant up privileges 某个库下的某个表 这个表我们可以写成 形表是这个库内的所有表 那不管怎么讲 这也仍然属于表级别的权限 还有字段级别的 或者叫列级别的权限 我们还没有说 此前还没有再用过 但是既然是在字段级别上使用 那么我们create一个table 跟字段有关系没有 我们能不能说 我受益字段级别的权限 受一定create table的权限 能不能 我的意思是说 我想管理字段级别的权限 字段级别的权限有哪些呢 查询算不算 插入 修改 删除 这些是不是都可以在单个字段上进行授权啊 那我create table能不能用到字段级别上 你觉得 create table是个命令是不是 这命令用来干什么呢 创建表的 我说把这个权限用在字段级别上 你觉得合不合适 它本来就包含了N个字段 是不是 而且在它使用的时候 压根就没有字段那个概念 对吗 所以我们各位应该明白 所谓的不同级别的权限 他们所支撑的 所支撑的命令 可能是各不相同的 Massave的官方文章里边 当然给的有 它的权限列表 我们找找 在这里 找来看 create 用来创建库 表或者缩影的 看到了吗 所以它的应用范围 叫context 上下文 可以用在数据库上 用在表上或者 用在缩影上 那就意味着一个create的命令 sorry 这个create叫权限 一个create权限 可以受益用户创建 表缩影或者数据库的权限 能力一封 drop呢 一样道理 grant option grant option是什么权限 一个用户在获得权限以后 获得授权以后 他能不能将自己获得的手权 再次授予给其他用户 叫做grant option 能不能理解 ok 好 等等 这有许多的权限 刚才我们提到过 各种的权限 它的生效级别 可能是不一样的 你比如说 用在表和字段上的 我能insert select update 这三个 是不是 而我的delete 只能用在表级别 因为我们删除的时候 只能一下子删一行 这一行 是不是又意味着 所有的字段了 ok 所以能够用在 字段级别的权限 各位看到了 或者用在列级别的权限 只有三个 insert select update 而能够用在酷级别的权限 也是有限的 create drop grant option lock tables references ok 这是引用 能够创建外件 约束的 那记得吗 ok 还有event 这是创建事件调读器的 我们此前给各位提到 我不是有没有印象 再看 还有server administration 这一个什么 这是服务器管理级别的权限 服务器管理级别的 我们看都有哪些权限 一 create table space 创建表空间 第二 create user 创建用户 process 查看进程列表等 proxy 代理服务 或者叫代理用户的创建 reload 承载授权表 就flash privileges 这样的权限 记得吧 好 replication client 和replication slave 这是用于复制的权限 能够创建的时候 受益具有复制权限的用户的 再问一下 seal databases 你懂的 shed down 这边是 关闭服务的 是不是 ok super 这是管理权限 这是个特殊的管理权限 super 我们来看看 它表什么意思 super privilege enable an account to use 他说我们只要有了super 这样的权限 这个用户就能够完成干什么呢 叫change master to kill or sirker admin kill threats 也可以执行purge banner logs 执行set global 执行什么 改变全局 服务器 变量的 他记得吗 ok 所以我们说super是一些服务器级别的管理权限 第一个叫change master to的主要目的是用来设定 一个从服务器的主服务器是谁的 大家应该知道我们在指定 dns的从区域的时候用master指定主服务器是谁对不对 而这个就是指定master从服务器的主服务器是谁的 kill杀死现成的 purge binary logs删除二间之日志的 这些都是服务器级别的管理权限 所以我们说super是一个非常敏感的权限 一般来讲千万不要随便授权给别人 super 好再看 下一个叫做all 这样我们说过了 prevages可以省略 usage还有独特的权限 叫usage 我们说过我们创建完一个用户以后 如果使用credituser就创建的话 more它只有usage权限 大家看usage是什么 stand for no private 意思 什么意思 你没有任何权限 那这意味是什么 它仅允许用户能够通过master服务器连接到master上 当然对于master而言 我们创建的more用户通常都有一些简单的权限 好 这是我们所谓的服务器级别的管理权限 再看还有一个权限比较独特 叫fail 这是干什么呢 fail 叫fail access on server host 干什么 访问服务器上的文件的 我说各位有没有印象 我们sauce的时候 是不是读取一个cycle脚本可以执行 你可以理解成这是访问文件 当然事实上它并不是这么简单 一般来讲 我们可以将一个文件中的数据 直接导入到表中 或者将一个表中的数据 直接备份至文件中去的 这就是我们是不是有权限去读取服务器 一定是操作系统上的 就是你当前这个master所运行的操作系统 文件系统上的某些个文件 这也就意味着我们读取的数据 不光是来自于master自身 而是可以跟文件系统进行交互的 一个命令 下面跟存储历程相关的 就是存储过程和存储函数相关的 像AutoRoutine CreateRoutine Execute干什么呢 CreateRoutine就是创建一个存储历程 也就是所谓的叫存储过程 或者存储函数 AutoRoutine 修改存储过程和存储函数 Execute 执行存储过程或存储函数 我说没有了吗 再看两个 试图独有的 创建实图和显示实图的 CreateView和ShowView 表相关的几个 跟表相关的 来看 Create我们说过是创建表 酷 都能创建 对不对 而要修改表则使用 Auto 好 删除表中的数据 使用 Delete Delete 给表创建 所以我们叫 Index 注意这都是权限 你需要单独授权出去的 如果让用户具有这样的相关权限的话 还有下一个 叫CreateTemporaryTables 这个我们偶尔会看到的 这边什么 创建临时表 有些东西觉得很奇怪 创建表和创建临时表 难道不是一回事吗 的确如你所想 它们的确不完全是一回事 因为 临时表指的是 内存表 默认情况下 临时表指的是内存表 也就意味着你穿的临时表 它都位于 内存当中 为什么要把临时表 位于内存当中 速度快 其次 数据不需要永久保存 为什么叫临时表呢 是不是这样子 所以临时表 通常它的大小是有限的 我们整个MySQL服务器 默认启动起来以后 好像所能够创建的 临时表的内存空间大小 也只有 默认好像是16兆 叫堆内存 HIP 类型为HIP的内存空间 为16兆 所以 一般来讲 我们不允许用户 随随便便创建临时表的 而且MySQL当中 很多内在的语句 在执行的时候 很有可能用到临时表 所以我们有个端门的权限 叫 Create Temporary Tables 另外还有一个表级别的 叫Trigger 我们称为叫什么 触发器 触发器是一种独特的 代码段 它是能够用来创建 主动数据库 我们说过 它是用来完成 主动数据库创建的 什么叫主动数据库 触发器的主要目的就是 我们执行一些insert 或者delete操作 以及update操作的时候 它能够自动的触发 另外一个操作 而另外这些操作 是我们自己定义的 你比如说 你只要往某个表中插入数据 比如说 只要我手动的 往user表中插入数据 我就马上往另外一个表 叫log表中 给你记录一条信息 某年某月某日某分某秒 谁哪个用户 创建了什么样的信 用户账号 这是不是记录日日的 OK 所以像这种数据库 我们可以把理解成 叫主动数据库 数据库是自我完成 一些维护工作的 所以我们把它称为 叫主动数据库 好 这有我们给各位所看到的权限 再回归一遍 权限要全局级别 是不是服务器管理的 对不对 完成服务器管理的 比方说一样 回归一下 肯定记得几个 SIFA 还有什么 Replication Client Replication Slave 是不是 还有呢 忘了是吧 来看一眼 再看一眼 可能记住几个 跟ServerAdministration相关的 CoreadUser CoreadTablespace Process Proxy Reload CoreadShutdown ShowDatabases ReplicationSlave ReplicationClient 能记住几个 要学会快速记忆 好 这是服务器级别的 文件访问和服务器主机的这个叫 三个跟存储过历程相关的叫 CreateRoutine Routine AutoRoutine 以及Execute 表示执行 好 再看试图相关的 两个叫 SueView CoreadView 表相关的 这一堆 是吧 OK 自动相关的只有三个 好 来 自动相关的权限回归一下 哪三个 列相关的 Select可以用 Insert可以用 还有呢 Update OK 我们说过 表级别的有Delete 这属于表级别 是不是 当然也包括 Out 还有 下面这三个是不是都是 没有问题 还有其他呢 Trick是不是 还有没有 Drop 是酷级别的 它也支持表 Drop 酷级别的也支持表 好 创建所有的叫做 Index 这个一定要记得 CreateTimePowerTables 以及Trick 是吧 OK 好 规计应该有个大致印象了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 如何去创建用户 看光文的 创建用户的方法有很多种 我们最简单的一种叫做 CreateUser 而且还是个独立权限 对吧 CreateUser 我们来看看 它该怎么用 这个在泽子眼闻就用过了 CreateUser 来看 方法很简单 我们使用CreateUser 指定用户名 加主机 一定要注意叫 UserSpecification 指定用户名 指定后面对应的用户 相关的独特定义 用户名我们又说过 是用户名加主机 对不对 再往后 Specification那些 identified by password 就这么简单 所以我们创建一个用户的命令 非常之简单 CreateUser UserName At Host Identified By 密码 而事实上 IdentifiedBy 这个是 可以省略的 一般来讲 我们这种方式 创建一个用户的权限 只有User 以及权限 和简单的 像使用Databases 这样的权限 比如 给我来看 我们创建一个用户 CreateUser 随便取个名字好了 假如叫 KataiUser At LocalHost Identified By KataiUser 完了 假如说我们能够通过所有主机访问好了 At 百分 这是不是所有主机 好 注意我们说过 刚才强调了好几遍 Masco在服务器启动的时候 会自动读取那六张表的权限到内存当中 是不是 而会在内存维护的 像这里我们创建一个用户以后 创建一个用户以后 这个用户最终保存的优点表当中 对不对 那他怎么能够知道 我们内存 Masco在内存中 此前已经读取的信息里边 会不会包含这个用户呢 所以我们此前收购 为了保证Masco每一次能够自动读取 这个新创建的用户 或者新进行的授权 要使用Flash Privileges 这就是通知Masco服务器 重读授权表 并重新生效权限的 好 事实上 CreditUser目前来讲 可以自动的触发Flash Privileges 只要使用CreditUser去创建 它会让你去自动读取授权表了 这是第一种方式 我创建一个用户 那还有第二种方式 创建用户 可以直接使用Grant 各位记得了 这样Grant是不是授权的 只不过授权的时候 如果这个用户账号不存在 它会自动调用CreditUser去 创建用户账号的 所以这种我们等着再说 还有第三种 那我们干什么 直接Insert Into信息到 Masco的User表当中 是不是也可以传添加用户的 只不过最后这种方式 通常必须要执行 Flash Privileges 因为它不会自动主动通知 Masco读取授权表了 OK OK 跟Grant相关的命令 我们说过还有个命令 叫ShieldGrant4 我不知道刚才有没有印象 ShieldGrant4 指定用户名 At某个主机 就你的用户账号 这边是什么呢 查看某个用户相关的 授权信息的 比如说 刚才我已经创建了 KitaUser这个用户了 想看看这个用户的 相关账号信息 我们就要使用 ShieldGrant4 谁呀 KitaUserAt百分号 来看 就显出来了 我们给KitaUserAt百分号 这个家伙 给了他哪些权限 默认应该只有什么权限 是不是UserG UserG我们刚才说过 是什么权限 没有任何权限 是不是 它最多只有创建绘画 连到Masco服务器上 来认证通过的权限 对不对 比如 我来连一下试试 好 我再打开一个Masco -U指定用户叫 KitaUser 密码 我刚才给的密码叫啥 KitaUser OK C-A-C-T-I User 好 登录了 我想Show Databases 可不可以直线 各位需要注意 虽然给它来的UC级权限 虽然它看上去只有UC级权限 但是简单的Masco的 访问命令 它是应该有的 比如像ShowDatabases 它是可以访问的 这个不需要单独授权 它也具有了 但是别的数据库 它是不是都看不到 只能看到两个 因为Information Schema 一个就Test 就这两个库没用 而且Test是全局授权 这些都可以用的 对不对 那于是我们让它来创建一个数据库吧 Create Database 叫 随着取个名 叫KiteiDB KiteiDB 回去 有权限吗 没有 给它给权限 让它能创建数据库 该怎么办 我就使用 grant是不是就可以授权了 OK 那这样我们说授权命令 此前这个命令我们也讲过了 大家看一下grant是怎么授权的 Have Grant OK 用法很简单 grant 指定你的权限类型 就你的权限 说白了就是权限 第一个权限 逗号隔开第二个权限 逗号隔开第三个权限 等等等等 on 某个对象类型上的 对应的权限级别 to 某个用户 某个用户 OK 完了 就这么简单 当然后面我还可以补上一些其他的内容 比方说 像这里 叫require none require ssl 或者ssl option 等等 它有什么用啊 要求这个用户在远程连接的时候 必须要使用 ssl 我们说这是加密的绘画 是不是 OK 此外还有with grant option 那个with什么option 就是with grant option 我们刚刚说过 with grant option指的是什么呢 一个用户在获得授权以后 还可以把他自己得到权限授权给其他人的 叫with grant option 好 那我们来看看object type 我们这里的对象类型有哪些 对象类型指定的级别 我们有table function和procedure 为什么呢 你想我们此前用的命令 回顾一下 我来给你解释 他们分别对应的是什么 比如说 我们grant all 个记得吧 privileges on 某个库 上的表 to 某个用户 at 什么某个主机 是不是这样子 然后identified等等 就写了 就这 我们看这是什么呢 all privileges ok 这就指的是一个权限 说白了就叫private type 叫private type on object type 大家发现这个是可以省略的 对不对 ok 而我们这里是怎么用的 on某个db点星 是这个意思吧 请问这个星指的是什么呢 是表吗 ok 默认情况下 我们这里判定以为它是表 是不是 实际上不仅仅是 它也可以是存在过程 一个数据库里边可能有存在过程 还有存在函数的 我刚才讲过的 存在过程存在函数都是一段代码 说白了就相当于是要脚本 它能够自动执行一堆sicle语句 这可以理解吧 好 所以是这个db点星 它不光可以表示表 也可以表示 这个数据库内的所有存在过程 或者存在函数 我们说过存在过程 存在函数和表是两类组件 是不是 ok 那你说它到底应该表示什么呢 所以前面可以使用什么 就是使用你的对象 叫object 类型 type object type 就是指 你到底是表还是 酷 甚至是函数的 对不对 写的有吗 如果将来我们的表 存储过程或者存储函数投名了 我们必须要明确加上 你这里到底是授权给某个表 或者某个存储过程 或者某个存储函数的 比如说 我授权用户执行db这个库内的 一个叫做abc的 存储过程以执行权限 给一个用户 以执行权限 执行某个叫做abc的存储过程的权限 这怎么办呢 你写 grant axe q on db 某个库 某个表 abc to 某个用户 your name at 担号 请问 这到底abc是个库还是张表 sorry 是个表还是个存储过程 我们是不是不得而知啊 那因此 如果说你既有表叫abc 又有存储过程叫abc 还有存储函数叫abc 你就明确定义 比如说这是个 存储函数 function 这就表示 我们在db点abc这个存储函数上 授权这个家伙 具有执行权限了 听懂这意思了吗 OK 这就object type function 明确说明了db后面跟的是什么 表 过程 还是函数 这个说明白了吗 好 再看下一个 叫prev level 就是我们的权限级别 指的是这一段 你想刚才我写的个db点星 db点星 那这就意味着 它有可能是个表 有可能是个过程 也有可能是个函数 对吧 但我们并没有指定 这是个酷 所以prev这里 这一段 我们可以指定到底是 哪一种特殊对象的 比方说 比方说 给我来看 我们有多少种情况呢 星这表示 所有酷 还是所有表 所有酷 星点星 星点星表示所有酷的 所有表 db点星表示 某个酷的 所有表 这表是某个酷的 某张表 这是某张 特定表 这是某个表的某个存储过程 或者 存储函数 能力解放 OK 一般说来如此 所以我们db name后面跟个名称的时候 这到底是个表明还是个存储过程名称 我们将无从判断 所以在前面必须要加上table function 或者procedure 来告诉 grant命令 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对象 明白了吗 或者是个什么样的 权限级别 好 再往后看 再往后看 to use a specification 这个不用解释了 各位应该知道什么叫用户了 再看 require 这个我跟各位有解释过 可以指定 用户在连接的时候 必须要满足某种相关的属性 比如说 那这表示 不需要任何额外属性 而还可以跟上 SSL option 要求这个用户在连接的时候 必须要基于SSL的方式来实现 比如说 你写个requireSSL 这意味着 必须要使用SSL来实现 requireX509这表示 必须要使用X509 由格式的证书来实现 建立SSL核化的 能理解吗 OK 好 这是SSL option 最后 还可以有一些with with option 这边什么呢 一些额外的授权属性 不光有with grant option with grant option 只是其中一个 还有哪些呢 各位来看 有这几个 可以with的 我们还是应该做一下简单说明 第一个我们已经解释过了 with grant option 可以将自己获得的权收益给别人 对不对 那底下这几个呢 能不能看懂 第一个 Max queries per hour 我觉得你只要能看懂 英文单词就能明白它什么意思 Max queries 每小时最多允许发起多少次查询 请求 看到了吗 而后来看的就是你自己要跟上一个什么 数值 里面写个五 这边什么意思呢 每小时只允许你发起五个select 听懂了吗 所以我们可以限定用户连接进来以后的资源 资源使用权限的 那下一点能看懂吗 每小时只允许你使用几次 I'm data 在下面那个呢 每小时只允许你发起多少个新的连接请求 你连接进来断开 再连接进来又断开 再连接来又断开 我最多指定你五次 那你最多连五次了 下一次连接过去一个小时以后再说 听懂了吗 OK 下面这些呢 Max user connections 最大并发 连接收 OK 最大并发连接收吗 指的是某一个用户账号最多允许同时连接来几次 我使用root连接来一次 又使用root还连接来一次 能听懂的意思吗 同一个用户账号最多允许连接来多少次 所以这些都是资源使用限定 叫with option 好 那于是接下来我们授权 刚才那个开台U的用户 创建数据库的权限试一试 比方说 我们现在允许 刚才的开台U的创建一个叫做 开台DB的数据库该怎么办 Grant Curate是不是 创建库创建表创建 一个Curate能创建什么 库 表 缩影 是不是 都可以了 继续 哪个 哪个库 我刚才说叫开台DB 是吧 允许你创建开台DB 甚至允许你创建开台DB内的所有表 我们说过它本身既 可以创建库 还可以创建表 还可以创建缩影 对不对 所以开台DB内的行 用户 给哪个用户 开台U的 是不是 OK 开台U的 Aten哪个主机 OK 是不是这个用户 好 还用给密码吗 我刚才Curate是不是已经给过密码了 你这里再identify by 那密码就改掉了 回车 好了 它有没有这个相当权限 再来试试 让开台用户创建 Curate Database 开台DB 回车 可以了吗 可以了 OK Show Databases 我来看 开台DB 设定为默认库 Use 开台DB 创建个表 试试 看能不能创建表 Create a table Test TB 测试表 字段 Murray KID 是不是这样子 OK 好 完了 分键表是不是可以啊 往表面插入数据吧 Insert Int 内容 字段 表明 Test TB 字段名称叫 Name ID是不用指定啊 Values 值 第一个用户叫Tom 回车 可以吗 不行 我只给了你创建库 创建表 创建所有的权限 有没有插入数据的权限 没有 OK 给他插入数据的权限吗 再一次 又来个Grant 这次给他插入数据的权限 插入数据的权限 叫什么 Insert 是不是 OK 我说过 Insert其实既可以在表级别 又可以用在 字段级别 对吗 既可以用在表级别 又可以用于字段级别的 各位需要注意 默认性化这样写 就表示用于表级别的 再来试试 直接插入数据 Insert into Test TB POP 可以吗 为什么不可以啊 没有Flash 我Flash一下 Flash Pray Villages 这Flash过了吧 再来一次 可以吗 怎么回事 为什么呢 来 再给他个权限 Grant 我叫 Select 给他个指线权限 Flash Privileges 再来看 Insert 可以吗 还是不行 那为什么呢 那为什么呢 OK 我使用 Shill Grant Flash for KaiTai User At 百分号 看我们用户账号 现在有什么权限 Select Insert Create OnKaiTaiDB A.Sing ToKaiTaiUser 好像看着你没问题啊 为什么不能传入数据 好 我们来看一下日志 他有没有报错 TaiU MyData下的 Data下的 什么 对应的这个error文件是 Localhost Domandian Error 看什么结果 没报错 这里的不会报什么错 因为这实际上不是一个错误 来 我们再重新连上去 MySeq-U KaiTaiUser Grant P KaiTaiUser OK 设定默认库 User 看看 Db 再来Instart一下 可以了吗 OK 看跟绘画相关 对吗 跟你的绘画连接相关 他自己没有读授权表 你可以让他自己Flash Privileges一下 但是他事实上要有权限吗 没有 所以你只能重新连接以后才有权限 在有些级别上 可能需要重新建立绘画 才能获取新的授权信息 好 各位来看 我们select the thing from 这个表叫什么来着 KaiTaiDb 是吧 sorry test the table 这是不是可以看到这个表 让所有字段 事实上我们也可以 仅能够授权用户 查看其中某一个字段 而不让他看所有字段 这也完全可以做到 我刚刚说过 select insert update 是不是可以用在字段级别 用在字段级别怎么实现呢 比方说 比方说 我们给这个表再加一个字段 让他仅能够看到其中 某些个字段 或者只能修改其中某一个字段 该怎么来实现呢 再加个字段 out table test tb 是吧 加个字段 add age 年龄 类型为 tiny int 而且无符号 可以吧 允许为空 允许为空 可以吗 你现在没权限 他说 没权限 修改这张表 没权限使用out命令 那该怎么办 再给他授权 让他就要 out 执行out的权限 out out本来就是不是就在表级别运用 ok flash 注意这个级别的权限 应该是可以生效的 再试试 out come on 好吧 这几个权限 我觉得应该是可以生效的 看来是所有都不行 use kinti db 再来 可以了吗 dsa 叫做test tb 现在是不是有三个字段了 select thing from test tv age为now 对不对 现在我们允许 再给他授权update权限 大家知道 有了update以后 他是不是就可以修改内容了 但是我只授权给他 能够updateage的权限 但不能updatename 可不可以 完全可以 给我来看 给我来看 只授权给他 能够updateage 不能updatename 那于是我使用 grant 看这次权限比较独特 对应这一张表 叫test tb 这一张表上 我只允许你用户能够 更新 update 对应的字段 叫什么来着 age OK 这直接加字段名称了 这表示你只能updateage字段 flash一下 privileges 不会我们还要重新连一次吧 为了不出问题 我们还是重新连一次 kaitai user use kaitai db 来 update 对应的表明 test tb site age等于 反正就这一行 我们不用写ware了 是不是 age等于30 OK 或者你规范写 写ware也成 wire id等于1 可以吧 好 没问题吧 OK select thing from test tb age 是不是改了 改名字 当id等于1的时候 我们改它的名称 等于jerry name 等于 jerry 可以吗 没有权限 我们说过指数权 你能够 修改 age的一个字段 对不对 不能修改其他权限 好 我再使用show grant for 看看自己的权限 show grant for 用户名 开它 user at 百分号 是不是所有主机 看后的权限 usage select 而在字段级别的权限 是不是单独写的 其他权限 都是合并起来了 什么select insert create 只要在表级别 存储过程 存储函数级别 或者是酷级别的权限 它们都合并在一起 而在字段 或者叫列级别的权限 它都自断级别 合在一起 分别进行存储的 各位需要注意 好 这是grant权限 而且各位发现了 我使用show grant for 至少可以看到自己的权限 对不对 再来看 其他的应用 super权限能干什么呢 刚刚我说过 super权限能用来干什么 改变主服务器指向 q进程 或者叫q线程 是不是 还能够改变全球变动的值 对吧 好 这是super权限 那我们要想给这个应用 以super权限该怎么办呢 比如说现在先改一改 全球变动的值 可能能不能改 比如说set global set 没错 global tx isolation 我们改一改 全局级别的 事务隔离级 为 改为read uncommitted committed 是没有权限 你没有权限 你没有super权限 至少要有super权限 应该怎么办 给他个super grant super on on谁 on谁 super应该是on在哪个表上 哪个护车 应该怎么写 那不写on行不行 to kata user at 百分号 可不可以 不可以 必须要指定 级别 on 信 可以吗 incred usage db grant global privileges 什么意思 你不能用在数据库级别上 那用在哪几遍 星点星 回车 这可以了吧 ok 好 注意在星点星上 我们可以执行stuper权限 好 那于是我们再来试试 set global ok set global 可以了吗 这次就可以实现完成全局全局变量的修改了 否则它是没有权限的 那我能不能把自己的权限授权给别人呢 比如说我创建用户把权限授权给他 没有grant option 自己得到权限的时候没有grant option 对不对 只有自己在得到权限的时候使用了with grant option才可以授权给别人的 但是各位还需要注意的是 一旦我们自己在得到授权的时候 别人给我们授权的时候使用了with grant option 得到的结果是我们自己也可以授权给别人 而且还可以使用with grant option 也就意味着你可以逐级授权了 所以我说with grant option实际是非常危险的 一般来讲不建议使用 好 那我们要求一个用户必须要使用ssl来连接怎么办 叫requiressl 是不是 刚刚我说的requiressl 当然我们这里不再演示它的过程了 给我创建个证书再半天 对不对 只不过requiressl加上去以后 要求用户必须要通过ssl才能连接 不通过ssl是不可以的 它是这个意思 那同时也意味着 如果没写requiressl 它能不能用ssl 能不能 当然可以 requiressl只是保证它必须使用ssl 不允许不使用 所以你不加能用或者不能用 是不是都可以 我就是这个道理 好 这是授权的 我不知道各位是不是能明白 权限了 那这些ground option 各位需要注意 后面这几个option 你使用with sorry max queries per hour定义以后 如果我们想不再限定了 把它count改为0就可以了 如果不想再限定 把它count修改为0 就表示不做限定了 而任何一个证数 都表示具体的限定值 好 这是怎么创建用户和授权的 那我们怎么去删除用户呢 是用drop user即可 user name at主机 不用骗示了 ok 我们也可以给用户重命名 rename 可以给用户重命名的 pop一下 rename user 多来看 rename user old名称 to new名称 完了 就这么简单 比如让old jeffrey at localhost to jeff at 127.0.0.1 ok 好 所以 rename user old name 我给你写了 old name to new name 即可 注意名称 需要包含用户名 加主机 加host 那我们如何去取消授权呢 比如我给了你权限 以后 现在我不想给了 怎么去取消授权 取消授权我们使用 revoke 还记得吗 re revoke revoke a from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具体用法 help revoke 好 用法 revoke 权限 权限类型 就是你想收回哪个权限 而且如果是字段级别的话 还可以指定 你打算收取 收回哪个字段上的 相关的权限 on 某张表 from 某个用户 注意不是在是to的某个用户 而是from某个用户 要是从某个用户 收回什么权限的 比方说 像刚才这个用户的权限 我们给它都有什么呀 show grant for 开台用户 at host at 现在我想收回它的select权限 那该怎么办呢 revoke 权限 select 是这样子吧 ok on 哪个空 kata db 点心 是吧 ok k from 对应的用户叫什么 kata user at 再来看 百分之后 再来看 show grant for select没了吧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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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说来查询权限是读权限 所以这个通常我们都可以赋予的 只要允许它查数据 而其他权限大多都是写权限的 所以要慎重授权 一定要慎重 尤其上super with grant option 这样的选项 以及权限 一定要慎重授权 ok 这用myselect的用户账号 权限的创建 收益 查看等 各位看有没有问题 好了 那如果说我们myselect账号 管理员的账号一不小心忘了怎么办 一不小心把管理员的账号密码忘了 如果我们里边没有任何有效数据 也没有任何有效其他用户的话 直接出手画一下 myselect库是不是就ok了 重新出手画 把myselect库删了再重新出手画一下 但问题是如果我们见了很多其他用户 而且见了很多授权 你也出手的话就麻烦了 那这是怎么办 只能重新找回 管理员密码 那怎么找回呀 要想找回管理员密码 那只有一个办法 你得先关掉数据库 服务 那于是 service myselect的 stop 把myselect库停掉 其次 手动启动myselect库 手动去启动myselect库 怎么手动启 你使用密码行企也行 使用去编辑下的脚本 启完以后再改回来也成 比方说 我们通过编辑脚本来实现 编辑脚本 etc rnit.d下的myselect库 的 是不是 找到启动 start的一项 它里边有一项叫 binDR myselect库 sif dataDR 什么之类的 对不对 在这里边加一项 叫做 杠杠 skip grant table 叫跳过授权表 granttables 写错了 没写错是吧 杠杠 skip granttables 再加上杠杠 skip networking 跳过网络 为什么跳过网络 你不跳过网络 一启动 网络员也没密码了 正好这时候有人尝试连连 一个术语库 直接就连上去了 所以我们不允许别人 通过网络的连接 把这功能给它关掉 我们来试试行不行 房子最初 房子最初 有密码呀 我知道您看 我们平时没用过密码 是吧 因为我们有my.cnf 这边里边加的有密码 OK 好启动服务 service mysql 的start OK 我把这个文件删了 点my.cnf 这很显然这时候没有用它的名额了 是吧 使用mysql 能念什么呢 没问题吧 OK 好 跳过授权表了 你不能使用setpassword for的方式来改密码 setpassword for root at哪个主题 先看有哪几个 use mysql select user host password from user表 给我来看这几个用户是不是都有密码啊 没错 他们其实都是有密码的 刚才我们连上去的时候没有指任何密码 OK 所以这说明已经跳过去了 现在我可以直接改rootat host的密码 那就是set password for root at local host identified by 123456 看行不行 写错了是吧 写ed by by了 应该是等于 password 习惯了 123456 应该这样写 对吗 OK 这次没有语法错误 但是 报什么错 他说你的mysql server现在是 跳过授权表了 禁止你使用 你都没有授权表 你改什么密码啊 听到意思了吗 OK 所以我们使用 杠杠 skip grant tables 的时候 set password for 这种方式改密码就不可以了 那该怎么办 只能手动去 改这个文件 手动去改这个文件 那于是我们就只能使用update site update user site password的这个字段 等于password的这个函数 密码 123456 你把它三个密码都改为一样 条件wire user等于root 这三个密码 三个用法是不是都红色改了 OK 再来select 诶 写错了 select 给大家看 这三个密码是不是都改掉了 而且都一样 好 那接下来 密码要想让的生效该怎么办 推出 把刚才的内容 改回来 重启mycycle 先把mycycle停掉 sorry service mycycle的 stop 再执行vm名领 结合 vm etc rinit.d mycycle的 把这两项给它去掉 scape grant tables scape networking 注意你只要scape networking 你只能从本机来连接了 客户服务器团必须要在主机上 好 启动服务 mycycle d scape 现在有一密码了 mycycle你就连上去了 知道吗 指定你刚才设计的密码 gm2 所以 enough 这就实现了 当MySQL密码忘记以后 如何找回 简单吗 好 再说一遍 启动服务 启动 启动MySQL的时候 或者MySQL-safe都行 传递 两个参数 杠杠 Skip Grant Tables和 Skip Net Overhing 后面这项是为了安全 通过 更新授权表方式 直接修改机密码 而后 移除 死两个选项 重启服务器 就能够完成 找回 光源密码了 OK 好 看看有没有问题 如果没有问题 关于用户我们就回到这了